OK 好 然後今天的活動就比較 怪異一點 如果你沒有看上面的話 然後就是很高興今天邀請大家一起來學習直播 然後今天我們最後的直播就有一個始作課 就是希望大家來做一堂podcast 然後最後這個podcast的成果會直接放到 GDP的官網上面 YouTube的官方頻道上面 好 那所以第一個就是要做這種閒聊類型的 閒聊類型的podcast節目 你可能就會需要有一些講稿然後很多題目 不過今天的話就很簡單 就是大家來分享一下自己最近的生活 然後覺得有興趣的東西或怎麼樣 那我這邊就講一個 我這邊昨天就想說那節目名稱要取什麼 所以我就取了一個名字叫做十日談 然後我不知道有沒有聽過這本書 就是這本書是很久以前在1834年的一個繁華的都市 叫佛羅倫薩的一個地方 然後當年1848年的時候發生了一場非常殘酷的瘟疫 黑死病這樣子 然後死了很多人 然後大概死了十萬多人 在整個歐洲因此因為這個病然後死掉的人 有多達七千五百萬到兩億的人這樣子 然後所以那一年呢就有一個作家 然後就用這個瘟疫為背景寫了一個 叫做十日談的故事這樣 那十日談的最一開始的故事呢 就是在跟大家講說 有七個女生跟三個男生 他們就因為要躲避這個瘟疫 就逃到郊外山上的一個別墅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過著一個非常快樂的生活 在賞性岳墓的園林上面住了下來 然後除了唱歌跳舞之外 他們大家都決定每一個人 每一天都要講一個故事給大家消遣分享這樣子 然後來度過他們在那邊很熱的也熱的夏天這樣 然後最後他們講了一百個故事 就叫十日談這樣 因為十個人 然後每天講一個 所以就十成十這樣 然後就是有一百個故事這樣 所以今天就有點仿造類似概念的內容這樣 就是我們去年有一個很嚴重的COVID-19 然後我們今年可能還有不太確定 會不會有第二波的大流星這樣子 然後我們今天就圍在一起 一起分享幾個故事這樣 所以那個應該講遊戲規則嘛 也蠻簡單 就是大家輪流的介紹自己 然後介紹自己可以仿造早上那個三個關鍵字 然後就稍微介紹一下自己這樣 然後你就可以稍微講一個故事 然後這個故事不一定要跟自己有關係 然後whatever am in way 就是大家自由發揮這樣子 OK 所以我們就開始吧 然後我的故事剛剛已經講完了 就是剛才的故事叫問機車 好然後我們這樣就直接來邀請 有沒有人想要來分享一個 自我介紹一個故事這樣子 然後如果沒有的話就是我的左手邊的 請開始 我叫鄭富邦 目前在台南高工 然後資訊科 然後目前是台南高工網頁設計社的社長 那我講一下我的三個keyboard好了 那我三個keyboard大概就是 資安 講師 全女友 對 然後資安的話是 從去年開始慢慢的接觸 然後 因為 有一間公司叫做 我們都叫他冰淇淋公司 對 然後他 那時候就邀請了我們去參加他們的 算研討會 就是他們的研討會 然後 裡面就有一個叫北韻女的 AI社的社長 他們就有講到一個蠻重要的keyboard 讓我學習到蠻多的 那keyboard就是 當初他為什麼能進到那個 那間公司當做他們的實習生呢 就因為他們那時候也是有邀請他們的社 然後去聽他們的研討會 但那個AI社的 那個社長 他在踏入那個電梯口的時候想說 能不能是否能把握這個機會 然後去問一下那個執行長 問他說可不可以去擔任他們的實習生 他就壯起膽子 就在那個門關起來之前 就跑回那間公司 就去問那個CEO說 欸 是否能 呃 擔任就是他們的實習生 那 那個CEO也有說 欸其實 那個 高中生有這種膽量其實是非常不錯的 那就 給了一份 呃 實習工作給他 那其實他也 呃 把他們的 叫什麼工程師 然後 給他做一對一的教學 那也有給他做 呃 實習的工錢 都有給他 所以 由此這個 呃 這個故事能告訴我說 其實我們高中生 其實不要太畏懼說 我們的 就是 太 太過於膽小 就是我們所有 所有事情都需要去做嘗試 像今天的G0V 那今天G0V的講師在這裡 其實有相關很多的 呃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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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就是這樣 下一條 故事分享到這裡 OK 就是閒聊類型就會稍微 考慎一下 好 謝謝你的分享 謝謝大家鼓個手 好下一位有沒有人想要來分享 那我們就直接用輪的嘛 好 好 下一位請 我的名字叫做李佳愛 然後 我的三個關鍵字是 高二 家綺之眼 嗯 我要講的 嗯 可以 不太算是一個故事 但是 算是我 呃 從 國中到高中 就是 生活的感想 嗯 就是 我國中的時候 我算是一個 就是 就是 不太關心 就是 走走 走走 就是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就不太關心 之後 在一個私立的學校裡面 就是 讀書 然後到高中 就是 選擇 不是 直升 但是 就是 我其實 就是不是選擇 直升的話 就是 不在私立學校裡面 私立學校是一個 就是 把你事情安排都很好的 所以 在那種環境其實是可以比較順利 但是我選擇 並不是選擇 繼續讀私立學校 但 我就遇到了一些問題 之後 身體也 跟國中 有所差異 就是變得比較差 但是 我不後悔這個選擇 就是 我也遇到了很多事之後 希望我以後也可以 就是 繼續 就是 做一些 不讓自己扣回的選擇 謝謝 謝謝 好 非常感謝 突然有點很認真 那種 突然就有點嚴肅起來這樣 然後 我想要多鼓勵你一點這樣 就是說 對就是 我覺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 好像 即便像我 現在 我現在三十幾歲 然後 我就是 即便是我們是年輕人 然後中年人或老年人 就是 大家在存 就是大家在生活中 都有很多很多焦慮的事情 這樣子 然後 嗯 我很常見的一個狀況就是 你可能升高中的時候 就覺得那些國中生都屁孩 然後 就是 高中生 升大學的時候 就覺得那些高中的煩惱都很屁孩 然後 或者是 就是大家都覺得回過頭來 當時都很辛苦這樣 其實大家都 現在都 很 有很多煩惱的事情在進行 然後 我可以稍微就是轉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們當時在整個 整個 team 就是 揪鬆團 在組織這個活動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很緊張 我們就不知道 到底高中生現在腦袋都在想什麼 這樣子 然後 可是 然後又好像 一直想要裝酷 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說 我們要很融入高中生他們的想法 什麼之類的 可是 很多時候其實我們就是做自己 會比較自在一點 這樣子 然後 去 用我們最自己正式的樣貌 跟高中生分享 就是說我們不要把 高中生當小朋友來看 我們那時候想 都回鄉起這件事情 然後其實 我自己是一個很喜歡看 唐鳳他那些 YouTube上面影片的人 然後我自己就會在那邊看 然後 他其實不論面對到非常小的 學齡前的學生 他講話的方式 然後跟我們 他面對大人 講話的方式就是全部都一樣 這樣子 就是我們都是 homo species 就是我們都是 智能 就是在深入學的分類上 就是智能人類這樣子 然後 所以我們就是用同一套方式 就跟大家聊天 只是大家剛好就是在不同的 階段 或是在道路上面 這樣 然後如果你剛好 呃 有什麼困擾 是我曾經解決過的 或是曾經不知道怎麼辦 那我可能可以給你一些答案 那甚至搞不好可以反過來 是我曾經不知道的事情 一直都不知道的事情 然後你剛好在高中的時候就知道 那你也可以反過來一起教我怎麼做 這樣子 對 好 就是我聽到這位朋友的感想 然後再分享一些小事情 這樣 謝謝你 然後我們接下來請下一位 請 呃 我是蔡林姓 然後 呃 泰男女中高一联社 對 然後我也要講一下就是 國中 高中 心境特別好 然後 因為國中的時候就是 也是一樣是私立學校 然後 關了你 關了你 然後到國中的時候就是 一直不斷要你讀書讀書讀書 然後考試高的老師 所以就是 國三對我來講 現在就是 沒有記憶的 因為 就是全部都PO在書裡面 然後 活動也沒有太頻繁的去參加 然後到了 就是選 志願的時候 然後就是 不想再過這種生活 然後就 不擅長 然後就是 選擇來那裡 然後就是到了那裡以後 就是 還沒有後悔過 因為 雖然科研壓力就是 很大 但是 就是活動很多 然後 社團的 就是 那些活動 就是 跟之前比起來 差距很大 視野就是 變得很 寬闊 然後發現了很多 就是 自己 之前國中沒有體驗過的東西 然後參加了很多 我知道 也接下了很多 就是 之前跟了 不可能會接下的任務 就是一直在突破自己 對 然後就是 現在還是覺得很開心 謝謝 所以如果你們之後 就是你有時候 你有參加社團嗎 對不對 所以如果之後 如果你們社團的社課的話 可以 就是用OBS 直接 就是可以錄課程 說實在的 然後 像我以前是成大登山社這樣 然後登山社的課程 我看到 我現在學弟妹都有在直播 可是他們就直接 很粗淺的直播 然後就是沒有截 截取卡 我們剛剛可能上課的時候 講到截取卡這東西 所以他們的 PowerPoint投影片 都是直接側錄投影片 然後看起來很像 在倒錄什麼 倒錄什麼 奇怪的影片 教學影片之類的這樣 所以 很鼓勵大家 如果你們有參加社團的話 然後可以可能 就是使用看看一台電腦 然後去錄 你們的課程這樣 然後放在你們的Youtube上面 然後就是 想要自己複習的時候 如果有人可能這禮拜 沒辦法來缺課 就可以自己來複習這樣 好 我們再請下一位 謝謝 來 大家好 我是劉一欣 然後我們來自台南女眾 然後我是高一 然後我是 我是 科研者 然後我想要聊的是 就是其實我是一個很沒有自知力的人 然後小學 國中就是都是爸媽就是在後面推 然後逼我讀書 然後後面選自願的時候 其實是佳琦跟台南女眾在選 因為 台南女眾的話就是 大家就是 會比較容易會管理好自己的時間 然後像現在我就是 之前的國中幾乎是每一天都有補習 然後現在就是可能只有兩三天在補習 然後其他天都是我自由運用 然後這樣就是會有很多時間 就是需要自己來調配 然後就是來到台南女眾就是 學習到了很多就是事情 那些都要自己上門去找 不會像國中一樣會 老師在後面推你 然後跟你講說要怎麼做 然後在課語的時候 台南就是其他的同學也會 就是不是只有死讀書 然後也會有很多的 課外活動打排球之類的 然後就是 人生不是只有學習就好 還有很多其餘的那種 樂活動 然後那些也就是很有趣 讓你的高中生活更精彩 謝謝 好我們下一位 來 大家好我是蔡友恩 然後我給我自己下的三個關鍵字 應該是迷糊勇敢跟特別吧 然後會講迷糊是因為 其實今天會來這個地方 我根本不知道G0 就是我根本不知道今天要幹嘛 我只看到G0V 我就來 因為我之前在做那個太陽花的專題報告 然後有看到G0V是幫忙直播的 然後就想說他可能是一個 在討論社會議題的 什麼公民團體之類的 然後結果今天早上在聽課的時候 就是要寫裝案要幹嘛 想說天啊那我都來錯了 但是還好下午選到的是第一志願的課 所以還行 我以為也是沒有跟 因為你想要做的是跟那個什麼社會議題有關嘛 對 然後所以其實就是只有剛剛在講到說 我們在G0V在最早期的時候 在318運動的時候 負責直播跟網路線這個部分 就這樣而已 然後我就覺得 我是不是提供太少資料給你了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我還蠻就是亂 就是我在決定事情的時候比較沒有 身經比較大條 但是也是因為這樣我就可以接觸到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我想分享一個故事 是我國中升高中那個暑假比較長 然後我比較特別的是 我有出國去參加一個營隊 然後那個營隊他不是像很多人都會參加遊學團或是什麼 但是我去參加那個營隊是 一群來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 然後我們就在一個深山跟湖邊 然後晚 然後每天就一定會有划船的課跟游泳的課 然後就是游泳要下去湖裡面游泳 然後划船就是划獨木舟 然後剛開始去因為是要去14天 然後14天那14天是完全是斷網的 所以你不能帶手機 然後其實其他人感覺他們都適應得很好 因為他們的英文溝通就是真的都很厲害 但是就是我們在這裡不管學多少英文 你剛去的第一天就是很想回家 而且第一天他就要你游泳 那邊游泳還不能帶蛙鏡 然後明明是夏天但是湖水溫度大概就只有10度 然後就會覺得很想死 然後又不能馬上坐飛機回來 因為真的很遠 然後你一定要把14天課上完 但是然後就在14天的過程中 我們還有像晚上要去外面露營 然後他就會挑戰你一個晚上都不能睡覺 然後你就知道看星星然後做這些事情 就聽起來都很荒謬 但是就是那其實是其他外國小孩的日常 就我有朋友他是說他從小 然後每個暑假他媽媽都會讓他去那邊玩這樣 然後我覺得這很特別 而且在那邊像是華獨木舟啊 攀岩什麼東方人都學不到 然後你剛開始學 像我就會翻船會溺水啊什麼 但是他們都會很用心的教你 然後看到你是外國人 他們講話語數也會變滿 然後到最後你就自己會建立一種 就是你會勇敢的去嘗試很多事情 然後你也不怕失敗會被別人笑 因為其實大家都會幫助你去做很多的事情 然後到最後回來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10個女生住在一間小木屋 然後到最後要回來的時候 剛開始去大家都不認識 然後有從法國來 有從加拿大人 有從美國來什麼 然後大家都不認識 然後經過14天之後 就大家都很捨不得 然後到現在我們還會 彼此寫信啊 或是通Email這樣 然後就會覺得 那一陣子的記憶跟回憶 就是我可以記一輩子 然後還建立了一個跨過的友誼 我覺得很棒 這樣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謝謝 謝謝 好 因為時間關係我們就再下一位 大家好我是謝宜珍 然後我的三個關鍵詞應該是 兄女高二和姿野 我也是姿野 然後我想講的事情是 就是從我最近的事情 再加上那個我來參加這個一日影的動機 所以我想要來分享一下那個 我上個學期在做那個彈性課程 就是108星課剛彈性課程的一些規劃還有學習的課程 我是當時那個在剛開學的時候去找了一個 IBM所開的課程 然後是有關於量子電腦的 然後是有關於量子電腦的 超級難耶 因為它其實還好 就是它是讓你從一個完全沒有基礎的 從數學、物理 就是很多的角度幫你加強 然後我覺得這個課程最特別的地方 它是美國的教室 然後線上直播課程 然後就是除了就是你可以去訓練你的英文聽力 然後同時你也可以學到很多進階的數學 數學、物理還有寫程式的技巧 然後我覺得這個跟就是星課剛在彈性學習的一些願景嗎 或者是一些目的之類還蠻想自己 所以我就挑選了這個課程 然後這也是我對我自己的規劃 那你會不會覺得很難然後覺得想放棄之類這樣 因為它其實可能就是量子力學這件事情可能很超出大家一般所謂認知高中的課程 學到的概念這樣 那你會不會自學覺得很多挫折感這樣 因為那個挫折感很容易就是不想繼續學習下去這樣 會有這樣的嗎 關於自學的挫折感這件事情 我覺得有一個很特別的就是 我其實國中的時候完全沒有自學這個概念 我是上了高中之後 交到一個非常特別的朋友 然後他是一個非常會自學人 然後他就是自學程式從我高一進來的時候 他還是領基礎 然後到現在他已經那個ABCS考 我記得實作好像滿五幾分吧 然後就是一個在我看來是一個蠻厲害的人 然後我就也是跟著他這樣一直學習 然後我發現他在遇到挫折的時候 他就是不會非常快的放棄 可能就是會去上網找一些資料 或者是非常激奇的去問其他人 所以我覺得挫折感這個事情 可能就是你不用 你可以不用當面馬上去面對他 你可能過一段時間心情比較平穩之後再去看 你就不會覺得你非常想要放棄 或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問題 好 謝謝你的分享 謝謝 下一位 大家好 我是那個台南大學新政管理學系大志 楊千惠 對 然後會來參加這個營隊 是因為我們系上的教授鄭欣欣老師的原因 對 我認為我現在是他的助理 好可可 他昨天覺得要上這課蠻緊張的 因為畢竟就覺得直播是一個很遙遠的 就是對我來說是一個很遙遠的東西 但是今天上下就覺得 就是還蠻有趣的 對 然後我想分享就是 因為很多 大家都是高中生 然後我們兩個是大學生 蛤 你也是大學生 都這麼看不出來啊 對 然後就覺得 就是其實在大學還蠻多資源的 就是如果大家上大學之後 就是可以好好去運用這樣 然後像是跟著老師什麼的 那像我之前在學校就聽過唐鳳本人的演講 就真的蠻酷的 對 對 然後再來我想分享一個就是 我很喜歡的YouTuber 對 他們叫一加一 然後 有聽過嗎 對他會做那個啊 就是他會評比什麼 一個食物的吐司 然後去買所有上場的吐司 然後就吃給你看 然後就跟你講說 這個A 這個B 這個C 他就直接每次都好像把廠商惹怒的感覺 這個超難吃這樣子 對他們是 他們頻道是一對情侶 對對對 然後他們就是分享生活旅行啊 然後我覺得 很喜歡他們 因為他們是 我覺得他們影片看起來非常有質感 就是很舒服 會讓你覺得很放鬆 然後他們也有像 他們也會在 每個禮拜會在YouTube開直播 然後他們是用 他們之曲名叫一加一電台 就是他們只有聲音 然後不會有人 對 然後他們也是 我自己就覺得說 他那個很像是我們今天操作那個OBS的感覺 就是 他就只放了一個 一個畫面 然後就是人在講話這樣 就是 我就覺得 欸他們說不定也是用了那一個 應該也是 就是極簡風的直播 對對對 就是很有趣 然後他們之後錄完之後 他們把它放到Podcast這樣 就只能一語兩詞這樣 一直都這樣子啊 就是我順便在YouTube開營利啊 什麼之類的這樣 就覺得 就是原來是 用這種 方式這樣 然後他們最近拍了那個 台北的拉麵 讚 我也有 對大家有興趣 可以去看 就是挑了十間 很好吃的拉麵 然後現在每間拉麵都排爆這樣 對對對 超厲害 我的分享到這裡 讚 大家可以去 沒有業配啦 不過一加一的 就還滿療癒的這樣 可以偶爾看一下 對我個人是喜歡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叫葉亞文 然後我也是新管 台南大學新管系的 然後我現在大三 也是因為是 憲力老師的主教 所以來這個活動 對 然後因為大家都 我準備的 其實是一個 小小的撩妹故事 但是因為大家都講得 好勵志 好 有言論 我跟剛剛也是這樣講 但是突然就 心裡揪一下 對 我不是諮商師 我好像會這樣會很膚淺 所以我就在講我的故事之前 先跟大家說幾句話 就是 大家真的要多多參與 學校辦的這些活動啊之類 對你們之後會很有幫助 因為我從高中就是玩社團 玩到現在 然後大學不是 大學教授不會說 你玩社團 你好像就很 不好啊 或者是你很不乖 什麼之類 就是玩社團也有成績好的 然後反而是他們在辦活動的時候 會找你這種辦過活動的 像我們系之前主辦就是全國的TASPA 就是一個工程系的研討會 然後我就被找去當主要的負責人 對 就是因為他們會喜歡那種有幫過活動的 所以我建議你們可以多多累積經驗 對 然後這是我的提醒 然後我要講我的撩妹故事 好會 耶 之後可以用在追女朋友那邊 然後我就拿學姐當我的那個 講話的對象 好 然後開始囉 就是有一天啊 然後你跟你朋友去一個湖邊 結果你就看到有十個人溺水了 然後裡面有四個美女跟六個帥哥 那請問你會救哪一個 帥哥吧 為什麼 不知道 就是想救帥哥 錯 你其實是救了那四個美女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救四個美女 我這個時候都要學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一個YouTuber叫蔡哥 有吧有 有 我當初聽這個的時候我給他十分耶 真的假的 急在我的心 因為我就吃個美女 等一下 那他的content是什麼 就是文本是這一個 對 就是剛剛那個 然後他跟你講的時候他的 情緒或表情或一揚頓挫到 就是不然你覺得很撩這樣 就臨時說要跟我講一個故事啊 然後我就沒有想到會是這種故事 然後結果講一講 他就說你就是個美女 喔 我真的滿美的啦 然後他很開心 對 對就這樣 我覺得他好像 你是會開心吧 我覺得會耶 我覺得有一種開心就是 有一個人在無意間的時候稱讚你 這樣子 然後他把這件事情 稍微刻意一點 可是他沒有到刻意 他沒有在光伏的刻意的那個最極限 可是又突然跟你講很認真講你的故事 然後他說你會 你會救誰 然後突然講一句他其實很想跟你講的話 就是你就是個美女 對 學起來 好像可以 然後如果我們被揍的話 我們再跟你們 如果我們進警局的話 我們再跟你們 謝謝 然後我想要補充一下那個就是 我也不是說我不是智商師 還是什麼之類的這樣 我是覺得就是大家可以有一個很安全的空間 可以分享你自己 想要分享給大家的事情這樣 然後我最後再跟大家總結 來 下一位 那我是那個王中凱 我是讀台南一中的 我本身是屬於資訊社的 那因為上學期基本上都是在教競賽的東西 這個學期我才轉到王館去 對那這邊我要講一下對於那個競賽的看法 就因為我們在學資訊的時候 一開始我們是以競賽為主 就是我們先教競賽最基本的東西 那後來的話會根據你自己的想法去分 你是要走競賽還是要走王館還是開發 會有這三條路讓你選 那我當時的話 因為我學到上學期其實 他講到後面我已經有些就是聽不太懂了 對 對因為那時候我真的程度就沒有那麼好 沒有沒有 就等於說我沒有那個天賦 那所以我就決定去該走王館 因為我覺得王館 這個資安它對於在之後可能像 因為未來一定是一個科技為主的社會 那像這些資訊人安全的這些東西 我是覺得會比較重要 對啊 那所以我就決定走王館 而且競賽對我來講就是 真的也是太難 因為 就是除了 最少我那些男中那個真的 真的很難打得贏 那根本沒有那種雄中 中一中劍中那種更恐怖的 對啊 那所以我就決定走王館 那走王館之後 現在 也沒有上什麼 就是弄個虛擬機 烏邦圖王 那你的 競賽 所以你是填那個 填那個回饋說想要知道怎麼樣 找一個什麼 Tour 就是那個競賽的 收集競賽工具之類的 你有填嗎還是沒有 沒有 就是我們當時就是 學期結束之後 學長有讓我們填就是說 你想要走哪一個競賽開發 還是王館 就讓我們自己去選 對 那我當時就是填王館 因為我覺得競賽 我 沒有 真的 那個機會真的趨近於零 OK 對 好 我覺得除了競賽 然後剛剛也有講到一個關鍵字 叫資安這樣 然後我就順便幫 AU AU就是唐豐 然後大家打廣告一下 他們就是行政院現在有推一個 資安女傑 資安女傑 女傑 對不對 就是 是女傑嗎 就是他有找我來幫忙 他有找你來幫忙 OKOK 我宣傳 對對對 你也有來 所以就來宣傳 就是他會特別邀請女性的朋友 然後如果你對資安這些訓練 因為其實早期做資安的性別比女生的確比較少一點 然後他其實課程內容沒有很難 他比較像是說我們要怎麼樣從自身的資安防護開始做起這樣子 然後當你有一些這些概念之後 你就會再慢慢去知道說 如果我接下來想要結束更大型的系統的時候 那大型系統的資安是什麼 就從個人資安到大型資安再說這樣子 所以他的很適合完全沒有概念的人去參加 然後想要邀請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報名看看這樣子 對 這也是一種類別 就是剛剛你有談到所以就順便把廣告這樣子 好 謝謝請下一位 我是王興爵 我的三個關鍵字是 男女高一無糖台男人 無糖台男人 為什麼會是無糖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比較喜歡喝飲料 所以天天一杯有點不太健康 就是有加糖的話可能會 可能20歲的時候可能就會掛掉了吧 所以我就 開始改喝飲料 然後所以就是一個假談人 然後我要分享一個就是 可能也是勵志故事的一部分 就是個人經驗 就是我國中也是讀私隱學校 阿國上的那段時間 說真的就是一個 老師瘋狂逼你讀書 然後家長也瘋狂逼你讀書 然後經濟又在那邊說什麼 那個誰是誰考的怎麼這麼好啊 然後說你的心理壓力就會很大 然後到某個臨界點的時候 你的心理狀況已經快要趨近一個黑洞 就是你不管聽到什麼勵志的話 你都聽不進去 就是心裡就會有這種 可能就是恐懼或是沮喪感 就是一直填滿吧 反正就是像一個黑洞一樣 就是沒辦法痊癒 你不管看可能有那段時間 可能看什麼書 或是基本上都是快看不下去的情況 就已經快要崩潰了那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就有點快接近這種情況 所以我就覺得我這樣子不太行 然後就想要找一些方法解決 就像可能像是找朋友聊一聊啦 通常這種找父母通常正常來說 我覺得如果有面對聖學壓力的父母的話 非常不適合 所以就是我就是去找朋友聊 或是去找那種可能網路上比較好的朋友 他們就會那個什麼鼓勵你之類的 可是這種鼓勵的話又沒有什麼用 你知道嗎 就是那種空泛感還是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就是那時候我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朋友就跟我說 不然你就自己出去走走 就是你就是一個人自己出去 不管去幾天也好 就是反正就是你自己出去走走 看看外面的世界 所以那時候我就找一個假日 然後就是自己一個人 溜達出去外面之後 就是覺得那種心靈的黑洞 有點被關閉的感覺 所以這個方法我覺得大家可以試試 所以旅遊嗎 可以這樣講嗎 去旅遊這樣子 就是你就自己一個人 就是不要管什麼 連手機都不要帶 就是自己出去走 然後就會覺得這樣子的狀態比較好一點 這是我個人的方法 希望大家可以試試 謝謝 謝謝 我覺得旅遊是一個真的很特別的一件事情 我之前的時候覺得旅遊這件事情大家都會做 就大家都去日本 然後我就不太想去 我就是 我就中二我不想去這樣 但 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旅行這件事情 就是大家是 沒辦法複製 我前面剛剛跟大家分享一本書 就是 要去偷那個藝術嗎這樣 然後你不用擔心 你會偷了之後就是 長得完全一模一樣 因為你會有自己的風格 然後旅行也是一樣 就是 你雖然照書上面去介紹 然後去旅行這樣 那但是你會因為旅行上面一些小事情 然後會變成你一個 呃 沒辦法抹滅的記憶這樣子 然後那個記憶就會變成 你可以在跟朋友分享的時候說 我講到的事情這樣 所以我去台南 然後我在認識一個 都不加糖的人這樣子 有些好酷喔 什麼之類的這樣 類似啊這樣 所以我覺得旅行是一個 你當然不用太抱太大旗 他說我還要去 我要去紓壓 然後我就去旅遊這樣 你就只是去看去觀察 然後在那過程中 你會遇到一些不一樣的體驗 然後那些體驗 通常很多人沒辦法 不是被取代這樣 就不是說 我考了100 我考了100分 然後就別人考了120分 然後可以被比較的那種這樣 就那些回憶是不能被比較 所以很容易就變成是一個 自己一個 呃 很喜歡的回憶 然後會變成你支持的一個力量 我記 我的印象中分享這樣 那你在旅遊的時候 你是前中後是在哪一段的時候 覺得很特別療癒 所以你剛剛講那個黑洞 會比較小一點這樣 就是大概在中期的時候 因為前面你還會胡思亂想 然後後面你就已經完全舒淡了 所以就是中間那一部分 對啊 我覺得這個問題可以回去給大家自己想一下 你就去旅遊的時候 你是前中後哪一時間覺得最舒服這樣子 我有一個朋友就是他 說他一出門就覺得很舒服這樣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在工作 然後工作的時候 現在很多人是遠距工作 所以他的工作的地方 跟他打電動的地方 是同一個椅子上這樣子 所以他會有點沒辦法轉換過來說 我現在到底是要放鬆還是要工作 然後他在放鬆打switch的時候 就會覺得壓力很大 因為他旁邊有看到他的任務條一直在 就是工作的事情要做這樣子 對 所以他一出去那個工作環境的時候 他就覺得他放鬆了這樣子 所以 就是出去旅遊可以不錯這樣子 我覺得這很棒的會有一個故事這樣 謝謝你 謝謝 好那我們下一位 大家好我是孫子晴 然後現在是台南女眾的高醫生 然後我覺得我高中比較重要的兩個 一個就是熱舞社 然後一個是學生會 然後就是我一開始來參加這個活動 不會跟他一樣以為是什麼 討論社會議題還是什麼東西 要喔 然後進來之後才發現 喔怎麼跟我想像的差蠻多 但是我覺得還是很高興可以聽到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 然後我今天想要講的是我自己在熱舞社一些想法 就是因為我們熱舞社其實是壓力很大 就是競爭也很大一個地方 每天大家都 就是每天中午都需要團練 然後大家都是很認真 然後可以表演機會很少 所以就是一直很拚命的去爭取吧 然後就是那時候選 選舞展表演的 然後就是每一位選上很非常難過 但是後來就是也有另一個同學就跟我說 你跳舞也不是只為了要選舞展這件事 然後我就想說的確是這樣子 然後所以其實那天公佈名單之後 那個晚上我又跟朋友一起去學跳舞 然後就是嘗試了很多不同的舞風 然後也是跳得很開心 就覺得有點矛盾 就是前一課還很難過 然後下一課又變得就是因為跳舞 然後變得很快樂 就是你看到你自己鏡子裡 因為你的模樣 你會變得越來越有自信 然後就是雖然在座各位 可能都不是像我一樣 是這種比較動態型的社團 但是就是還是想要分享一下 謝謝 這很厲害 你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 就把那個很難過的情緒 就先放在一邊 我覺得是這樣子 感覺是這樣子 就先放在一邊 然後接下來 該做的事情還是去做這樣 然後比較沒有 就是先沉浸在那個很難過的事情當中 其實也不是說放在一邊 應該是說 因為就 就是很矛盾 就是因為跳舞 而很跳舞 然後沒有上 很難過 但是又因為跳舞 然後看到自己跳舞的樣子 然後就很開心 很感謝你那個分享 就那個矛盾的感覺 對 謝謝 那下一位 大家好 我是郭瑞文 然後我三個關鍵字是男女 然後高二二淚跟蔓延 看大家都是什麼直眼的 然後 蔓延社嗎 漫畫研究社 對 所以我那時候選社團的時候是選興趣 然後我想要分享我從就是國中升高中這段時間的故事 國中一開始在國二的時候成績其實就還好 我一開始覺得我只能上假期而已 然後 而且我體育很爛 我們那一屆是還需要考提示人 就是基本上就是要滿分才能進來 好像不用滿分也可以 但是總之就是要很高 提示人是 就是要做那個四項項目 然後其中兩個都拿到金牌 我覺得 因為這個Podcast也會給其他縣市的金牌 沒有 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 現在就是 現在新制度好像就是改成 就是這一屆高一屆 就是改成他們就是 所以我體育要好 也要不錯一點點這樣 就是不能爛到一個程度 但是我體育就是那個 真的超爆爛的那一種 然後我就因為這件事情 我就覺得沒有想要靠台灣女中 但是 但是後來因為到國三的時候 就是我班倒 他就是 而且還有體育老師的時候 大家都希望我考到第一支援 就是 然後由於是班倒 他就是叫我 像是中午的時候 還有掃地時間的時候 就是我那時候 兩個項目是 那個做肢體前往跟養我起座 然後他就抓著我去練養我起座 每天做 然後一開始 一開始真的超痛 然後就是每天都在那個 肚子那邊都還痛 但是坐到後面已經沒感覺了 然後還有 還有我那時候同學 就是他也會每次都陪著我練 他都沒有抱怨 我覺得真的很感謝他 然後 我最後就是練到要考 我考總共考五次 我考 國一考到國三 然後最後還跑去別的學校考 那最後一次 我養過起座真的做了40下 我整天 但我現在已經不行了 我很感謝 那時候的同學跟老師 他們這樣鼓勵我 真的是改變我的人生 不然我現在可能還在加齊 不知道幹嘛 我想要問一下 所以像台北的話 可能會什麼建中 然後什麼什麼什麼 就男生學校 台南這邊的話 女校的話排名是什麼 有沒有一個公認的 12345名什麼之類的 女校就只有男女 女校只有男女而已 然後接下來就 就家綺跟惡中 所以常見的志願選項就是 男女然後家綺 惡中 惡中 然後惡中這樣子 喔 就稍微問一下 因為我不太清楚這樣子 對然後 我想要cue你一下說 因為你是漫顏色 那你有沒有可以推一本漫畫給大家 漫畫 會不會很難這樣子 最近在追咒術會長 咒術什麼 咒術會長 就是現在有動畫在播 但是他的漫畫有不錯 喔 好 謝謝 最後一位 我是葉芷瑩 然後我也是台灣女總 我是三類組 然後我是美傳色的 然後我大概想要講一下 我現在社團跟 我現在不是三類組吧 然後 可是 照理來說應該是不會碰到 像一類組 美傳這一類的科系 就是 就是對 以後也是不會選擇要走大眾傳播 或是走一類組科系的那種選擇 但是我也 那時候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一開始高一的時候 可能只是衝著跟我關係好的朋友 就一起去報名這個社團 然後 那時候進去 進去美傳的時候 我也是 就是很不知所措 就是 之前國中的時候也是 只有大概一兩次的剪片經驗 然後 進去的時候我每次都覺得 喔 社科真的很無聊 然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在幹什麼 然後舞台去要排練 那種 都對我來說是一件 一直都對我來說 是一件很困擾的事情 可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一直 就是一直 我那時候也還沒有想好我自己人生 我也沒有想好我到底那時候要 走什麼方向 我高一的時候也還沒有選好 想好我到底要做什麼類組 所以我就一直一直待到 一直待到我自己 都已經選幹結束以後 我還是不知道我自己到底在幹什麼 就莫名其妙就上了教學 然後 之後 我上高二的時候 因為開始不是接幹以後 我會開始很忙嗎 所以我就 其實也很常很焦慮 因為其實高二三類的 課業其實算蠻重的 然後我們班又算是比較競爭的一個班 然後之後 那時候我就一直沒辦法調整好 那我社團跟我 課業分配 所以我常常就心裡會很有一個矯正 因為我想說我為了這個社團 但是我以後 又不會選這項關的科系 他也不能放進我學習歷程的 資料裡面 所以我到底為了這個在做什麼 然後加上我自己選的教學是總教學 所以就是要 突然一個學期內接了太多個種招 讓我覺得壓力很大 然後我們社團又沒有後製教學 所以我還要幫忙負責後製 所以我那時候就一直 不知道我到底做了這些是為了什麼 然後所以那時候就每天都很想要退社會 我是每天都覺得很後悔曾經這個選擇 然後對 然後我就一直 這個狀況一直是持續到 我們上個學期 我們聯社辦完為止 聯合社科辦完為止 那個時候我就看 那時候那種聯合社科 每次出去開會 都是一直在跟幹部吵架 我就是沒有很開心 或是感覺會衝突蠻多的 然後也是覺得是一個很辛苦的過程 但是在這些課全部解 在這個聯合社科結束以後 看那些學弟妹們也都覺得很滿足 或是很多很多過來跟我們說 那你們就辦得很成功那種之類 以後我就突然覺得 好像繼續從事這個也不是不行 所以我是覺得 我也不知道講這個要幹什麼 但是我是覺得 後來其實在這個社團之間也是學到蠻多的東西 所以我後來回頭來看 我也是覺得好像也沒有那麼多的遺憾 就是好像也是說選社團跟未來要走的方向 也沒有很必然的關係 就算是在108課港也一樣 就是 或許 就感覺其實在高中三年 走一個藍海政策 可能收穫也可以蠻多的 所以下個學習就可以繼續堅持下去 好 謝謝 然後我想要回饋一下 就是有人不知道瓜吉是誰 瓜吉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他是一個網紅這樣 他是一個瓜吉 然後他以前是 他是在那個孤陵街 台北有個孤陵街小劇場那邊出生的這樣 他以前是演戲劇的這樣 然後他後來在公司業界就 當上很高 後來在公司業界當上很高的主管 然後他說他其實是因為他以前在劇場練戲的時候 就是會去演那個對話 就是會去演那個對話這樣 所以他後來進去職場的時候 就去要接外國客戶的時候 他就會寫劇本交本這樣 就是要跟他對話這樣 然後最後就是有還蠻不錯的成果 就是接到一些案子什麼之類的這樣 所以我想要講這個故事是因為就是他 他很多時候就是跟剛剛講 就是你在當下的時候已經不知道 為什麼要做這個決定這樣 然後他有時候可以會在很意料不到的地方的時候 會有一些 另類應用 然後可能也會幫得到你這樣 然後我目前也知道說 你好像其實也覺得有很多收穫 目前就已經有很多收穫的感覺這樣 所以很高興的祝福這樣 好所以我們就今天的這個分享又快要結束了 那最後就有一個outro story這樣 有一個intro story 然後有一個outro story outro story的話其實是一首詩啊這樣 就是我以前超喜歡一首詩 然後那首詩有點長 所以我只講最後的那個部分 那那首詩其實就要講就是說 就是說他在森林裡面有一條路徑 然後突然那個路徑分成兩條 然後有一條路是很多人看起來都走過 然後有一條路看起來就是有很多落葉 但是有路 但是好像沒什麼人在走這樣 然後他最後決定走的比較少的那條路這樣 就前面的故事是在講這個 然後他最後回覆他走這條路的時候 詩的最後一句就講說 在許多年以後在某處 我將帶著輕輕的嘆息對你書說 黃樹林裡面分岔兩條路 而我選擇人焉較少的那一條 而他使的一切都因此變得不同 這樣 那為什麼會講這首詩呢 我以前就會覺得這首詩好酷喔 因為他是選那個沒人做的那條路嗎 這樣子 我就覺得他很酷這樣 可是他其實這首詩後來有人解析就是講說 其實那個人即便是選了比較多的人走的那條路 或是選了比較少的人走的那條路 他的心驚膽戰跟徬徨未知跟焦慮都是一模一樣的 這樣子 所以他要跟你講的是說 我那一年 我當年做了這個選擇 而我而今還是跟以前也一樣 一直都很焦慮的事的下去這樣 然後他想要從這首詩跟大家講說 其實我們都在某種層面上 不論是哪個年齡層的人 一樣都很焦慮 然後我們也因為那樣子焦慮而這樣生活 然後恢復起來感覺有點不太一樣這樣子 覺得自己的生命很特別這樣子 對 然後最後就是用這首詩跟大家分享 然後結束我們今天十日談的節目這樣 很高興大家今天錄這首Podcast這樣 那很期待你們也可以在彼此跟朋友之間的分享 就是聊一聊 然後就錄一下 那你也不一定要開放出來 就是大家自己做一個回憶這樣子 然後搞不好十幾年前聽起來 就在聽一下你自己十年前講的什麼話這樣 也蠻有趣的這樣子 所以很高興今天跟大家上一堂課最後結束 然後我們有點超時 那我們就謝謝大家 大家 好那我們就結束了 掰掰 跟麥克風說掰掰 掰掰